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政府如何处理这些事情吧 在今年9月,中国再次出现大规模的停电 以来外界从政治关系还有经济手段等等的层面 做出了不少的估算还有预测 外界认为是中国对澳洲打响了贸易战 令澳洲煤无法运到中国 打击到发电厂没有炎料发电 因此造成了电力不足的情况 哈喽,欢迎收看GoGoAnna 今天我们会来看一下 这几年发生种种不寻常的停电事件 这些停电事件并不是指到突发意外的停电 而是政府因为各种的理由限电断电 电力是现代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上至经济的发展,下至日常的生活 电力永远都是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但是呢,在今年很多的大国 包括了中国,美国等等 他们都在电力需求极高的冬天 以能源短缺或是价格上升为由 广泛去实施电量管基础时 导致了市民难以预寒群暖 他们这些举动实在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啊 还有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为了节能,各国不惜展开了停工停产等等的政策 在中国方面呢,有新闻报道指出 广东的东莞,中山,魏州,河山等等的工业重镇 工厂不便接到开二停五的通知 意思就是啊,每个礼拜只有两天供电 其他的五天呢,都是停电的 部分的小型企业呢,更被规定要开一停六 高级的优把企业呢,则是开四停三 以上大大小小的工厂啊 如果不配合的话 企业单位更要面临十天的产工处理啊 除了中国以外呢 欧洲也有不少的企业数到的波及 有指到,因为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 有一些的化肥,钢铁,化工企业 纷纷的宣布,减产,停工 大幅度的停电停产措施,令到不少的企业都措手不及 极其大量的订单被迫延期处理 试想一下,在过去的一年 全球也笼罩在疫情的木霾当中 受到封城封关停工单技术影响 各行各业有的饱受巨大的经济冲击 然而就在疫情放缓 急需要经济复苏,重振世纪的时间 各国的政府就为了节能而漠视了经济效益 究竟,是因为能源成本高到一个程度 连大国也无法承受吗? 还是,结论的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原因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 从2020年12月17号开始 像是中国,政府频繁地向不同的闪份发布了限电令 其中呢,浙江省被抢计实施环保清规 要求市集单位办公区域再设施三度以下才可以看暖气 其后啊,湖南、江西等等产分 也陆续发布了拉闸限电的措施 市民上班的办公室停电 不但需要爬30层的流涕上班 同时呢,也不能够看暖气 电热水汽等等预寒的工具 比如说是上班啊 简直啊,就是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啊 而主要的工业生产室、义务室 都受到了限电令的影响 工厂停电,部分地区的街灯 招牌等等,全天候停电 晚上的街道啊,漆黑一片 车辆需要打大灯,缓慢的行驶 在同月的21号 广东在没有任何预警下停电 从大厦望出去啊 整个城市几乎是漆黑一片 街灯全部都熄灭 只剩下一些店铺还有车灯的照明 而突然停电的情况呢 在巴基斯坦内的多个大城市也有发生 全国几乎陷入了一片的漆黑 数个国际机场、航空交通同样受到影响 还有其他国家也因为极端的天气影响 出现了大规模的停电情况 包括日本、东北以及北陆地区 加拿大、温哥华、港湾 而最为轰动的世界大规模停电事件呢 则是发生于美国 10月2021年2月12号 一股冬季风暴名为雾里 在太平洋西北地区形成 接着相动移动 横跨了整个美国 为美国西北部、南部、中西部 还有东北部带来了大量的降雪 积雪程度覆盖了80%的德州 然而在风暴期间呢 美国多州发生了停电 其中以德州最为严重 多达300万户的家庭 在严寒的冬天当中失去电力供应 在墨西哥的北部 更有500万户的家庭还有企业停电 大停电的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德州的所有能源发电设备 还有装置 在暴风雪的极端天气下被冻结 导致到无法运行 包括到可再生能源 风力、太阳能、燃煤以及天然气 由此可见 无论是限电力或是极端天气所导致 大规模停电的情况 也是在近期不寻常的出现 那么究竟 它的真正成因是在哪里呢 世界各地的电力事故热议频繁 而且一件比一件的严重 动不动啊 就影响到数以十万 甚至百万个家庭 当中极有可能是因为 今年的太阳黑子活动增加 导致到太阳 系数比往年更强大的太阳风暴 为何如此说呢 这个啊 就要提到太阳风暴对我们的影响了 它呢 是能够对电线以及电网造成严重的影响 因此影响到供电 这个呢 并不是纯粹科学家们的推测 而是有历史事件的着证的 曾经呢 就有强大的太阳风暴 在159年打中了地球 严重迫害到当时的电报系统 也就是电报史上著名的卡林顿事件 科学家们呢 接而做出了研究 如果相同强度的太阳风 发生在今天 到底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呢 在当时得出的结论是 会相比当年的情况严重更多 甚至啊 可以瘫痪全球多国的供电网络 以及破坏任何正在使用的电子仪器 在那个时候啊 无论是空中的飞机 还是我们手上的电脑 以及家中的异常电器 通通都无法使用 而现今的电网系统如此的复杂 如果突然被太阳风瘫痪之后呢 如果要恢复的话 或许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了 那么当然 这种太阳风呢 尚且还没有发生在现代 不过呢 美国全球大气研究中心的科学家 早在10年前就预测 太阳就会进入到新一轮的黑子活跃周期 所释放的太阳风啊 会被上一个周期强大多50% 新周期的太阳风啊 已经足以影响到卫星 以及智能电话 更严重会影响到全球的定位 以及细向系统等等 但是呢 各国的政府对此并非不执行的 他们甚至是顺水推舟 有意导致到停电继续频繁的发生 预先关电 他们的用意 是否是让市民 起早习惯没电的生活呢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政府 如何处理这些事情吧 在今年9月 中国再次出现大规模的停电 引来外界从政治关系 还有经济手段等等的层面 做出了不少的估算还有预测 外界认为 是中国对澳洲打响了贸易战 令澳洲煤无法运到中国 打出到发电厂没有炎料发电 因此造成了电力不足的情况 不过其实呢 单单是中欧的贸易战的影响 也不至于要伤敌一线自选八百 需要利用全国新的限电 来减少对澳洲煤的进口吗 在之前呢 中国就已经拥有接近2000个煤矿 接着有一千多个倒闭 所以现在呢 只剩下四五百个 他们全部呢 都是因为债务的负荷太大了 政府所安排的煤管票 导致到煤矿的生产力减少 什么是煤管票呢 就是以不要破坏环境为名 要求每一个煤矿 不可以出产百分之百的煤 最多的煤矿 只能够出产百分之五十以下 一般呢 只能够出产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这么一来 降低了煤矿的生产 矿商就更难赚回成本 所以呢 从而也导致他们选择 关闭煤矿了 当然呢 中国在这些年间 突然退行了煤管票 减少煤炭产量 导致到煤价上涨为借口 再举了大规模的垃圾限电 严重影响工厂以及民生 中国表面上 种种不合情理的措施 其背后的用意 是否是另有目的呢 当中国开始了垃圾限制之后呢 其他的国家也都纷纷开始仿效 全球多地 在能源不足的紧急关头 比如德国 英国 还有法国 都以转用战胜能源为借口 大举炸毁了国内 所有核电厂 还有发电厂 在以往呢 全世界一直都是地球村的模式 彼此的资源 不过突然间 各国却大改生态 不再依赖其他国家的物质 也利用贸易上为借口 减少进口与出口 自产的资源 煤炭以及物质 通通只留给自己的国家使用 地球村的优势将不再重现了 所以啊 无论是国家自己 或是人民 在接下来的日子 也要适应自己自主的生活了 好了 那么这次的提问是 大家认为 德国近年核能推移 转的发展可持续能源 这个可否能够完全取代 核能的发展呢 觉得是A 可以的 德国政府正在积极地证明 他们能够做到 还是B 认为不可以 因为可持续能源 容易受到天气因素影响 供应并不稳定 帮你们想法 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们吧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出去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